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聯會在過去的星期日 舉行了愛國民主大遊行 由維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 支聯會估計有2100人參與 他一日不平反 我們一日都要來這裡支持 支持希望中國有一個人出來 夠膽平反 就這麼簡單 我們是想帶小朋友來 了解六四的視頻 讓他們知道多點六四的真相 事實的事情是要去平反 的確有這件事發生過 我們是應該堅持這份信念去平反六四 食物流氧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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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遊行結束後 四五行動 和社民連一行數十人 抬著一副木製棺材 到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示威 其實是回歸之後 大家都有爭論 到底去總部還是去新華社 以前是新華社 後來就決定去總部 那我覺得去中國外交部 其實那個都是中國政府的辦公機構 其實我們拿一副棺材給他 就是希望在他的門口更加明確地表達 他屠殺人民 就是這麼簡單 象徵的意義 那你示威當然希望直接些 因為畢竟來說 特區政府都沒有下令軍隊殺害六四的死難者